在國際刑事法院3月17日對普京發出逮捕令 指控他涉嫌參與綁架烏克蘭兒童 而犯有戰爭罪行一天之後 普京3月19日晚間突然造訪俄軍佔領的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中遭受破壞最嚴重的馬利乎波爾 俄羅斯官方電視台播放了普京星期六晚間 在馬利乎波爾視察的視頻 與居民見面 以及聽取俄羅斯副總理馬拉特·富斯魯林 有關重建工作的進展 路透社說 烏克蘭港口城市馬利乎波爾 在全球已成為死亡與毀滅的代名詞 因為這座城市在俄羅斯入侵戰爭的初期幾個月 被移為平地 2022年5月份最終落入俄軍之手 在俄軍隊一處作為家庭避難所的劇院進行軍炸之後 蘇爾巴基人被炸死 包括很多兒童 這是普京自入侵烏克蘭戰爭一年多以來 第一次造訪俄軍佔領的烏克蘭頓巴斯地區 亦是他最接近前線的一次行程 報導表示 普京訪問馬利乎波爾 似乎是為了展示對國際刑事法院 向他發出逮捕令的滅視 普京還未有公開評論對他的逮捕令 但他的發言人稱 這個逮捕令法律上無效 俄羅斯認為國際刑事法院提出的問題 都是過份和不可接受的 俄羅斯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國家 好 谢谢大家